很多人说安安一直签把你们这个比特币换成了一台方 好吗? OK 是 是 是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月 进入了12月 那今年的12月乃至于明年的1月2月 我个人觉得 哪些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 那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部署在哪一些币上面呢 其实是在之后会给我们来带来一些不错的回报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投资在这些币上面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讲一讲 我们费话不多说 Let's go All right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所说的东西都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全部都是属于我个人的分享 投资加密货币是一件非常 危险的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尽量不要去自己乱投资 一定要研究 你投资的每一个币 或者每一个NFT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OK 我们费话不多说 我们先开始说第一个 第一个永远是我的最爱 就是以太坊 以太坊自从去年 我从一个非常非常相信比特币的人 到今年变成一个非常相信以太坊的人 我这个转变呢 其实对我来说呢 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呢 咱们话 很多人说 你之前把你的这个比特币都换成以太坊了 不老的了吧 OK 是 但是自从我换以太坊换到比特币以后 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我是赚的 OK 之前也有很多人说笑我 哎呀 你刚换这个 比特币就涨了 以太就跌了 那都是断断施的啊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从我把比特币换到以太坊 当然我还有一些比特币啊 就是持持仓的量就很少了啊 大部分都是以太坊 做这个举动以后到现在呢 已经有了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啊 就说差不多半年了嘛 那半年 从我们这个半年来的表现来看的话呢 我算过以笔账 我现在从这半年来来看 以太坊的涨幅是超过比特币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我个人觉得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以太坊之前我也讲过 麦克斯老 对吧 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去用以太坊 以太坊现在能做很多的事情啊 包括很多人去买一些 提包括最近NFT出圈出的非常多啊 最近又有一个新消息 阿迪达斯啊 刚买了一只猴子 然后阿迪达斯呢 准备要进去元宇宙了啊 我个人觉得 元宇宙是之后能给我们带来 非常非常多机会的一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 之后很多人拥有币 不是因为对币有信仰 是因为对元宇宙有信仰 所以呢 他元宇宙的东西在里面呢 需要用币去买 所以他才买币 比如说买Ethereum 买San买Mana 对吧 这些呢 他拿出了这些币 去买他元宇宙里面的东西 那我也觉得 NFT呢 也只是元宇宙很大 一部分中的 这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块啊 就是说 元宇宙非常非常大 他能给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包括我们看到的 Facebook啊等等 这些都是想进元宇宙 都是想蹭元宇宙 都想进去元宇宙里面赚钱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万 我可以说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那NFT在里面 只是占一个小块 但是呢 像我之前提过的一些 元宇宙的NFT 那大家要进去元宇宙的话 门票都是需要哪些东西的 对吧 都是需要一个Avatar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Avatar 进去去跑 所以我现在也是这个理念啊 就是说 我现在呢 就是说 在很少很少的地方 持有一些山寨币 然后呢 一些比特币 大部分都是以太坊和NFT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看好NFT 因为它的用处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目前看起来 所有其他的这些链呢 想去打败它 目前看起来 都还没有这个趋势啊 就是说 以太坊呢 现在还是整个 大家基本上都会在用啊 就是所有的链 结论就是说 我们越多的人去用 越多的人去有应用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人用 那是没有价值的 对吧 所以这轮牛市的最后啊 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 以太坊的市值超过比特币 我希望能发生 但是能不能发生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希望是可以发生的啊 再说的话呢 这个Sandbox 也是元宇宙之前我说过 Sandbox mana Engine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布局的 他们都是跟元宇宙非常非常 关联性相当大的一些比啊 最近的Sandbox呢 也是出了它自己的游戏叫Alpha 那如果有地的话 我上次也说过了啊 你可以进去玩 在里面做一些任务的话 你可以得到免费的Sandbox这个币啊 就是说免费送给你啊 它其实最多可以送到 差不多6 1000个Sandbox币 以今天价钱6块钱讲的话 它是送你6000美金啊 其实非常非常不错了 那Sandbox呢 其实在今年呢 已经涨了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 我依然相信Sandbox 在未来的几年 明年乃至于后年 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涨幅啊 Sandbox的 我个人来讲的话 现在目前是市面上 这个元宇宙公司里面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了啊 以后会不会会有新的出来 以后会不会有更爆炸性的东西出来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就是连阿迪达斯也在这个Sandbox里面 买了他们自己的地 对吧 然后呢 他们又买了自己的猴子 所以呢 他们是 就是等Sandbox明年开放了以后呢 他们阿迪达斯 就是说在里面 去布置他们的场景 布置他们的线上体验 我觉得这个以后呢 是一个 他们直接可以在Sandbox里面 比如说想去买阿迪达斯的衣服 或者是他们的产品直接可以去他们的地里面 去变成一个线上虚拟消费 在他的这个Sandbox的地里面啊 有很多商店很多商品 你在里面就直接可以去消费 然后线下就可以寄到你家这样一个体验啊 我觉得他看中的是这一块 这个呢是真的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市场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以后任何一个公司 包括现在阿迪达斯已经进了 还有Nike啊等等这些大公司 到之后的话呢 都会非常的去注重线上体验 线上shopping 线上购物 虚拟购物这一块 所以呢 我觉得Sandbox在未来的一年两年呢 绝对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迅速增值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到Sandbox最近有在跌的话呢 可以去说就是说逢低的去加仓啊 长持这个币呢 应该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再下来说的话 就是我提到过很多次的Polygon啊 我一直现在觉得呢 还是PolygonMatic 他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呢 继续在我之前也说了 在这个以太的2.0出来之前Matic的话呢 都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 因为现在的二层网络里面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 Matic就是独称一面对吧 一手折天的感觉啊 所以呢 在Layer2这个二层网络里面的话呢 其实Matic的这个资金流入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他非常丝滑 用过的人非常的顺滑 对吧 而且呢 现在目前为止呢 也没有出过是任何大的一些差错和错误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那我个人呢 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长期投资来长持的 好吗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今天我介绍的东西呢 全都是围绕着以太生态啊 不要包括圆域轴啊 包括二层来介绍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条生态以后就是说 上面其实有一个以太坊在最上面 但是从以太坊下面以后会分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类别 那在这些类别里面的每一个生态呢 其实也都是需要我们需要去布局的 也是 其实说实话 也都是现在相对来说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稳定的 这样一个类别啊 不管是圆域轴也好 二层也好 这一套系统来说呢 现在来说呢 是已经非常稳固了啊 不是任何轻易的东西 其他的一些链能出来 能轻易的去摧毁的这样一个东西 之前的话 你像包括Avalanche啊 包括Solana出来 他们其实说实话 都是想要这个去达到以太坊对吗 现在这个两个链上面的话呢 其实说实话 整个生态没有特别起来 还在发展之中 以后的话呢 会不会打败这个以太坊整个一个生态的话呢 现在来说 目前看起来不会被打败 但是之后 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可以知道 因为五年前 可能以太坊还不值什么钱 现在呢 以太坊已经是这个价钱了 那五年后 以太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钱 或者到时候有没有以太坊 我们都不知道 只能说我们在根据市场 走一步看一步啊 如果随时我们觉得有一些链 能可以跟以太坊来最大劲 有可能会超过以太坊的话 那到时候的话呢 我们也是需要去布局一些这些链的 对吧 因为时代在变 我们永远不知道 五年后十年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只是说需要去多布局 以免就是说踏空啊 以免踏空 还有再下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想说的是这个 Crypto.com Crypto.com自从冠名了这个 洛杉矶的这个湖人主场啊 湖人的主场 Stable Center以后呢 疯狂被拉了一波啊 那我们意思的话是1999年开始 就叫Stable Center了啊 一直到现在都是叫Stable Center 那之后的话呢 它会变成Crypto.com Arena 而且又是湖人的主场 这个冠名的话呢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家业户晓的人的话呢 会越来越多的人呢 去了解Crypto.com 会用他们的这个交易所 去购买这个 Coin 购买这个币 当然也有很多人去用这个 Coinbase对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 Coinbase是不发币的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它不会发币的 Crypto.com肯定是走这个部分 就是说它要进军美国市场 但是它不上市 它只发币啊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美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南极其北美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话 越来越多的人去用Crypto.com 越来越多的人 可能会申请他们的信用卡 这个时候 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个upside 它这个上升空间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呢 我也建议大家 在Crypto.com跌的时候呢 可以福利加仓一些 因为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以后基本上 在未来一两年的涨幅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最后我想说的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啊 其实是最近一个刚出来的新币啊 很多人也拿到了一个空头啊 这个币呢叫ENS 就是Etherian这个域名出了一个币 这个呢 其实属于web3.0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想布局关键web3.0的话呢 这个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啊 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我看这么看好 个人这个Etherian的这个生态啊 以太坊的这个生态 包括元宇宙的生态 包括NFT 包括以太的DeFi 包括以太币的本身 那现在他发了这个 这个ETH的这个域名啊 因为这个解决了这个本身的问题 比如说我要给别人说 我非常长的一串这个钱包的话呢 我是根本记不住的啊 要我每次要寄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呢再说 哎你要打钱的话 你打给我对吧 但是呢 现在很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注册一个啊 Harry Lee.ETH 这样一个钱包地址 这样的钱包地址的话呢 你把钱转给我 就可以直接连到我的钱包里面啊 等于说这样的话呢 更好记 比如说你想打给我钱 我说OK 这也转到Harry Lee.ETH就好了 当然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百威啤酒 对吧 百威啤酒 他已经把他的这个推特上面的名字 变成Beer.ETH了啊 所以呢 就是说他当时是花了多少个以太 我忘记了 我不记不清楚了啊 但是他花了好像是几十个吧 几十个以太去买的这个Beer.ETH 百威啤酒 那最近阿迪达斯也有这个 阿迪达斯进来了以后呢 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购买Adidas.ETH 对吧 包括之后的一些 比如Nike Nike.ETH Disney.ETH 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每一个公司 但至于每一个人 就像现在的域名一模一样 都会每个人之后会用到的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买他们的币啊 有他们的这个投票权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投资这个ENS这个币呢 往传言来讲啊 一定是没有错的 我个人是非看好这个币 然后还有一个啊 最近我在玩一些这个抹茶上面的这个launchpad啊 抹茶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抹茶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交易所 也非常的稳定啊 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的币呢 比如说新的币啊 百倍币千倍币 比如说币安啊 火币啊 或者OKX啊 或者是OKEX啊 或者是coinbase啊 他认为很难找到 那抹茶交易所呢 会在第一时间去找到和listing他们的这些啊 百倍币 非常非常小的币种啊 可以说是非常容易捕捉到百倍币和千倍币的机会的这样一个交易所 上面上的这些币的币种呢 也是最多的 更容易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在早期去买到这些啊 百倍币或者是千倍币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在我的这个描述栏里面也会有这个抹茶这个交易所的链接啊 你们可以点进去注册啊 现在注册的话呢 交易还有20%的优惠啊 只有用我的这个连接才可以啊 在我下面的这个描述栏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注册一下 那最近我在玩他的这个launchpad啊 他这个launchpad呢 基本上我得到他这些launchpad发一些代币了以后呢 然后呢再去卖掉的话呢 其实瞬间的话呢 都是赚一波快钱啊 都有在赚到啊 都是说有一波快钱在赚到 所以呢也是比较好 在这边的话呢 大家如果对抹茶有兴趣的话 对他launchpad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啊 然后呢一开始如果是新手的话呢 不用放那么大的资金啊 放小一点资金去玩一玩他的launchpad 基本上呢 其实都是比较容易去赚到的啊 那基本上就是在今年啊 最后的一个月 其实今年也过得非常非常快啊 我现在感觉还是在年初的那个时候 今年过得非常快 所以在最后一个月呢 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自己对一些币种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哪些东西 因为以我的性格 我是比较喜欢去长持长期投资 做中长期投资的啊 我大部分都是啊 很很少的时候去做一些 比如说非常短期的投资 我觉得这些币的话呢 对我来说呢 应该在明年的这个整个大环境里 因为我们我觉得 我依然认为现在我们还是在牛市里面 那我也想知道你们 在你们心中啊 这个跟我一样 最有信仰 最觉得明年涨幅最高的一个币是什么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好吗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下面赞点赞好吗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朋友呢 记得也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所以你下次不会和再错过直播和发片的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啦 拜拜